这是一群会吃人的蜂羊 被他们咬到 立马就会变成羊巅峰 小白发现哥哥大白 带着贵妇离开了这里 为了阻止她 小白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把汽车坐垫披在身上 装扮成一只绵羊 慢慢的向前爬 这时候来了一只蜂羊 想要给它打扑克牌 无奈之下 小白掏出奖杯 对准蜂羊上去就是一下 羊皮被弄掉了 但周围的蜂羊 只是看了看它 原来小白也被蜂羊咬伤 他也感染了这种病毒 小白找到大白的时候 他几乎已经完全蜂羊化 蜂劲十足 小白凭借锋利的匕首 才勉强制住他 大白嘶吼连连 他的头已经变成了羊头 衣服也被羊毛撑破 显然 小白不是他的对手 他赶紧跑了出去 这时 家里的牧羊犬赶到 暂时压制住了大白 突然 狗圣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骑着小车直奔大白 往他嘴里插了一个管子 然后直接一喷 紧接着又给小白来了一下 小白不停的抽搐 原来 这个是治疗病毒的解药 风羊们不停的在放屁 由于他们排除的气体 是纯甲丸 小白趁机套出打火机 然后就这么一扔 羊群一个小爆炸 瞬间变成了大理花 最终小帅也喝到了解药 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